本土疫情正在下楼梯 陈时中快要被真交的时机点浮现了吗 疫情警官陈时中先前他确诊隔离 那已经消失在公众视野好一段时间 其实陈时中6月20号凌晨解除隔离之后 他四度缺起了疫情记者会 最新的消息今天下午两点钟 他要回归主持记者会了 而近代全出其实这个选举布局规划并没有停 他积极拜会相关严实 甚至说连这个竞选办公室都已经准备好 对死民将否认 不过外界已然推测陈时中参选 只是迟早的事情 还有熟视他的意见员事向媒体透露说 对于选不选呢 陈时中曾经有这样的比喻 他私下以搭火车来比喻说 若火车近战了可以及时赶上那么就会搭 如果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忙 他会祝福搭上火车的人 言谈之间并没有舍我其谁 而新北市还有台北市的选情 当然是联动了 现在北北桃民事长方面的 人选会出炉了吗 事事已经呼之欲出了 那么来看是前副总统陈建源 他也曾经被点名纳入选北市的考量 曾经在23号他称赞陈时中 说他有很好的统筹协调能力 领导台北市绰绰有余是适合的 而另外一位前交通部长林家龙 对陈时中私下称 说这选台北市长来得及搭火车就会上 他怎么回应呢 曾经担任交通部长的他 他说他的习惯是会准时到站 究竟谁会出选 两人还在等党主席蔡英文来做决定 要表选台北市长美美被问到这个问题 陈时中从没把话说死 表面上风平浪尽 现在却传出其实私底下十分积极 那今天其实是我们陈时中指挥官 那个解除隔离治疗的首日 不过他因为就是说 今天有自己自行做的这个快筛 仍然是阳性两条线 熟悉陈时中的一届人士 都向平面媒体惨言 关于选货不选 陈时中曾用搭火车来比喻 说是火车进站了 如果可以及时赶上那他就会搭 不过如果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忙 就会祝福上火车的人 相较于陈时中的态度保守 前交通部长林嘉隆却是积极许多 还声称不管谁出任 他都会全力支持 对于陈时中搭火车的批语 他更是坦言不会脱班 根据新台湾国策智库最新民调显示 林嘉隆支持率为41.2% 陈时中原本呼声很高盛 也疫情败也疫情 所以这确诊者增多民调也跟着下降 支持率为29.6% 对于国民党民众党长万安 黄珊珊已经为选举做准备 民进党却还没有人选 蔡英文可要动作快一点 不要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点 记者上 台北长报道